山区风雨交加在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也传出了零星灾情 不只有落石还有土石流山壁大面积崩塌 霞云村还有小乌来也出现了惊人水势 而新如县恒山乡则是道路大面积的崩塌造成溪水暴涨 道路因此淹水波及到一处民宅 还有汽车因此抛锚 现场围起封锁线怪手开挖 道路大面积崩塌甚至还造成路面淹水 马路被大水覆盖波及一处民宅还有汽车因此抛锚 整个河床塞掉到这里来很恐怖 新竹县恒山乡田辽村往田辽公墓道路 12号深夜路积崩塌造成溪水暴涨 80公尺道路淹没在50公分洪水当中 13号早上抢通完成积水退去 但受灾的还有这里 树木混杂土石阻挡道路 新竹县五丰厢南清公路38公里处 同一晚发生土石摊坊 虽然道路抢通完成 但大雨还是哗啦啦一直下 水不断从山壁倾泻而出 13号一早坚持乡持续下着雨 湍急河流一波接着一波 同样吓人的还有这里 桃园市复兴区山壁大面积崩塌 台七线出现零星灾情 不只有落石还有土石流 霞云村也面临惨况 山壁光秃秃一片 土石大面积滑落 底下溪水见起白色水花 小屋来水势一样惊人 风雨交加瀑布水流下人 底下溪水瞬间跟着暴涨 溪流速度之快实在好危险 梅花台风外围环流 带来的风雨强劲 各地传出零星灾情 索性都没有酿成伤亡 但接下来又有台风逼近 民众还是得多加注意 记者综合报道